韓流来袭和环山连日下雪 不少游客都上山朝圣 甚至有人兴奋到拿后置板滑雪 玩得好开心 但有些游客却在山上留下 不该留下的东西 没吃完的泡面直接往雪地丢 整个都发霉还结冰了 旁边水沟还有被丢弃的泡面碗 或是烤肉留下的竹签和瓦斯皮 甚至连厕所里都有人留下宠物背包 里头还被塞满垃圾 怎么会这么没有公德心 我保留你们看 刚才挖的几个钓 我已经挖了一招机了 塞滚的用的 还有这个清洁人员 他说到旧有气 这些帮在轮胎上的塑胶束带雪链 用完直接丢在路边 一路清却怎么都清不完 这好的喔 不是坏的喔 几个粥 天冷上雪 原本美丽的银白色世界 却因为没水准的游客 留下漫地垃圾变得好不美丽 借洪杰明南投报道